我們對於個人的想法不予評論 我跟江啟臣聯手是希望 立法院能夠讓人覺得煥然一新 有強大的改革的動力 要做全國民眾的立法院 忠實的反映人民的需求 帶動整個國家前進 所以個人其他人的想法 不是在我們考量之內 跟都主席的溝通都沒有問題 有溝通過 那下禮拜一 應該會有一個黨內所有的立法委員的 一個集會 到時候大家應該可以心中有話 河盤拖出 這一次交上去的照片 好像是很多年前的照片 我們這個江啟臣聯合發表的臉書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有最大的誠意 來扮演好忠誠的反對黨 800萬的台灣民眾 期待 我們能夠扮演一個忠誠反對黨 能夠監督執政的民進黨 做出一個最有效的監督 那既然我跟啟臣聯手 也跟民眾黨講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能夠藍白和 江啟臣委員不光是鼻子大 他心胸更大 他立刻又放出 然後讓民眾馬來跟我們藍白和 這都已經釋出最大的差異 而且是真誠的 不虛偽的 就非常感謝大家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跟江啟臣委員會堅定 我們既然攜手雙進雙出 我們就這個組合來迎接未來立法院 政府龍頭的一個挑戰 那也尋求最大的支持 我們會雙進雙出 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理念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好 韓江沛算成型了 不過有一些雜音出現說 江啟臣可能兩年之後 他又得投入台中市長的選舉 因此如果擔任副院長 可能會在調配時間 還有兼顧地方上有所衝突 聽了呢 江啟臣是對此回應表示 現在國會才是最大的重點 至於還有沒有可能藍白合作 來聽他怎麼說 我們還是一樣就是 釋出最大的善意 希望能夠促成在野的合作 這個我昨天也講了 今天剛才韓市長也在助的重生 所以我們還是會 希望有這樣子的合作空間 民眾黨在選前的時候說會挺海 包括柯文哲 但是現在選後之後 好像跟選前的態度都不一樣了 但我們的態度沒有變 我們的態度還是一樣 就是說在立法院 因為已經選完了嘛 立法院的席次現在就是三黨不過敗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能夠促成在野的大合作 讓國會能夠真正發揮監督自衡的力量 也讓立法院成為真正人民的一個國會 這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現在會先去結束之後到現在有跟民眾黨的合作 談過嗎 有跟民眾黨談過嗎 就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因為這部分 我這邊是還沒有 那也要看這個未來嘛 那這不是單方面的 所以有新的進度會再跟各位報告 那韓江沛成型之後 現在民進黨打算如何接招呢 當然人選不變啦 還是繼續的推出郵昌沛來迎戰 立法院長優錫坤他受訪時就表示 自己還是得先得到黨團的提名 很低調 他說自己現在還沒有資格說話 至於是否可能出現綠白河 優錫坤他認為政策得到支持最重要 而副院長蔡啟昌則表示說 位子並沒有這麼重要 如何能夠扶國立民才是他的考量 要完成法定程序 我才是這個民進黨的代表 所以現在民進黨還沒有開黨團會議 我一定要得到黨團會議的提名 我才有資格來講話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沒有辦法跟大家報告什麼 那我一切 因為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就是議會政治嘛 那議會裡面很重要的角色是政黨 所以我一定要配合民進黨的政策 那目前我還不知道 本來我就是要退休 那既然黨需要我 那我只好就是繼續來 就將我自己的緣博之力 繼續來為國家服務 您怎麼看國民黨現在這個 和韓江沛的人選 我不方便表達一件 不好意思 現在還有意 要跟民眾黨這邊來合作嗎 重要的是在這個執政要有這個聯合 執政要他的政策能夠在國會裡面 能夠過半次的支持 這一次立法院政府院長的選舉 蔡吉昌沒有個人的立場 我都配合黨跟黨團的運作 那我覺得立法院位置 並不是這個階段應該考量的 立法院這個階段應該考量 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底下 應該怎麼樣有一個機制 能夠讓對台灣好 對國家好 因為立法院要通過很多的預算 要通過很多福國立民的法案 所以如果考量位置 我覺得意義並不大 要考量的是 有一個怎麼樣運作的機制 對未來國家的運作會更順暢 我們剛才已經陸續聽到了 藍綠陣營兩派的說法 那第三黨民眾黨呢 他們則是拋出了司法改革的訴求 提出了面世國民黨民進黨 不過議員張思綱他就指出 民眾黨這是在撥弄藍綠 他認為大選的藍白和 跟議事的攻防合作層次 是完全不同的 他認為國民黨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要再受到外界的波動 造成內部分化 未來主戰黨可能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又多數黨 大家對你的期待跟你過去 少數黨期待不一樣 所以你多數黨裡面 你有能力去出牌 那這個時候呢 你民眾黨一直 坦白說就是撥弄兩邊 撥弄兩邊 然後讓兩邊都覺得心癢癢 好像就覺得跟你去爭取 然後呢要去爭取變成你要去面試 面試過的時候他才考慮說要不要 要不要來偷你 要不要來支持你 我覺得這個過程 對國民黨的內部 對國民黨支持者 甚至立法院黨團內部 我覺得都是一個耗損 因為這過過程當中 有人可能就會被撩動 被撩動 然後心就會癢癢 會說那跟他合作也不錯啊 然後未來可能會有 什麼樣一個交換啊等等 那而且你這個藍白和 其實跟選舉很不一樣 選舉基本上你要他的票 要彼此的票 票一加一就等於大於二 但在立法院裡面的這些議事的攻防 不是純粹的選票的計算 還有包括說未來各個委員會裡面 要稍微怎麼去做安排 然後雙方對於一些議案 對一些法案 是不是要一起合作 去做推動 所以不只是純粹的就是 選上了政府院長 就代表一定如何如何 不是就算你在這一局裡面 跟你合作選上政府院長 到下一局未必啊 搞不好就有不同的方向走了 所以在這時候我們聽到太多了 大家希望啊 這個局啊 自己就把他穩下來 自己獨立就把他 這一局呢 政府院長就把他拿下來 因為拿下來代表說 國民黨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不要去受外面的一些波動 不要去受外面的一些影響 然後你內部出現一些分化的事情 不過前列委郭正亮他就爆料說 其實現在傳出了一種聲音說 民眾黨在院長會投尤錫坤 副院長投江啟程 這是因為他們內部有種反韓票 就是反對韓國瑜 怎麼樣票都投不下去 時事評論員陳鳳馨就直言了 如果結局真的變成這樣 恐怕韓粉會反撲 來聽他怎麼說 這樣子的出招就是 這不是真正的藍綠河 這個是在院長的投票 院長投票的時候 民眾黨8票給游錫坤 然後在副院長的時候 8票給這個江啟程 他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一招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不要忘了柯文哲在選前 是如何跟韓粉喊話的 我知道他們裡面有人 確實是不滿韓國瑜 我必須不客氣的說 他們有些人在四年前 是非常看不起韓國瑜的 可是呢也就默默的 就是接受了柯文哲 不斷在選前的時候 希望能夠吸納韓粉的票 可是如果他們的投票行為 真的在院長副院長 這樣投票行為的話 我覺得韓粉的反撲 恐怕也是很強烈 而且他們會直接反撲 那一些直播組 我覺得受害最深的 就會是那些直播組 你看看民眾黨 是如何背叛韓國瑜的 柯文哲這樣講話 是不是變得無情無意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投票行為 是有反作用力的 那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玩弄了藍綠兩黨 但事實上我好奇是說 民眾黨的支持者 真的喜歡他們玩弄嗎 還是說希望他們 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合理的來講的話 我不太相信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就是看到說一個政黨 這樣子東玩一點 西玩一點 然後自己就很爽 我不太相信是這樣子 理論上來講 任何政黨都必須要符合 我對於政治能夠滿足我需求的 這一個部分 而不是玩弄吧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weblog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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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